大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继续来研究普仙心愿品 那么上次已经讲到 这个十大心愿的第四 灿除业障 也就是课本的十三页 一样我们把这个灿除业障的经文 再念一遍 从十三页 护赐善男子 演灿除业障者 再来十四页 菩萨自念 我于过去无始劫中 由贪嗔痴 发生口意 作诸恶业 无量无边 若此恶业有体相责 尽虚空戒不能容受 我今西已清尽三页 骗于法界 极为成差 一切诸佛 菩萨重前 诚心忏悔 或不护照 横柱尽界一切功德 如是虚空戒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恼尽 我忏哪尽 而虚空戒 哪至众生烦恼不可禁固 我此忏悔 无有穷尽 念念相去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好 所以这个呢 是灿除业障 的经文 那一样的 能灿的因 一样是智力 法力 两个 所以他这篇呢 经文就给他省略了 而是直接呢 就是从十四页这边 争取所灿也 所灿的这一个 所以这个 他用这个 先讲说过去 是贪嗔痴 发生口语 做出恶业 所以要忏悔的 就是这件事情 然后呢 无量无边 只是显示 这个所造的恶业 很多 那后面这句 已清尽三业 所以你看他这个 说是明灿业剧 剧就是那个工具 工具 他说过去呢 三业无恶不为 现在三业呢 一起忏悔 透过三业来忏悔 然后骗法界 在诸佛菩萨面前 诚心忏悔 或不忽照 所以后面 这个一样 这四个 虚空界 众生界 众生业 众生烦恼 如果静的话 我这忏悔才会静 但是呢 虚空界 乃至众生烦恼不可静 所以我这忏悔 无有穷静 所以这句话 无有穷静 就代表 一直要做到成佛 没有成佛之前呢 都还是需要做这个忏悔 大致上呢 经文 不是很难懂 不过注解上呢 就用得很深入 而且很广 所以请看 十三业这边的注解 那么一刚开始 他当然就先把这个 忏悔悔过呢 先忏悔两个字呢 先把他讲出来 一个是忏谋 一个悔过 就是梵文跟中文合起来 那么再者呢 把忏跟悔两个字分开讲 忏是承漏先 最悔是改往修来 过去的知道错了 然后呢 下定决心一定要改 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呢 再来说呢 忏除业障 经文的业障 其实只是三障里面 其中一个做代表 有烦恼障 有业障 有暴障 所以是忏除业障 就忏除这三障 那为什么这三个都叫做 障呢 能障胜道 及仁天胜事 而且这三个呢 更相游戒 就是互相缘起 这个帮助那个 那个帮助这个 所以呢他就说 因为我们凡夫有烦恼 从烦恼里面 就会造恶业 造恶业的因缘 有因就有果 所以呢就有苦果 苦果就是暴障 所以烦恼 烦恼障 因为烦恼障 然后呢就起恶业 就有业障 因为业呢 就会有果报 那就会有暴障 所以他说 讲业障 其实是用一个做代表 另外呢就是开始讲 这个三个业 颤业 扶业颤 转业颤 灭业颤 这上礼拜呢 都详细解释过了 扶业上原则上呢 就是让他暂时不起来 扶住 转业的话呢 就是呢 今生来受 本来照说应该是呢 来生比较长时间 而且在恶道里面受 所以他说呢 希望透过这样忏悔 转变在今生 短时间 把他受一点果报 然后呢就把那个业呢 给爆掉了 那灭业颤的话呢 就是完全 业灭掉 让他没有果报 是有这个意思在 然后再来 忏法有二 就特别讲到的是 作法忏 跟呢 四忏理忏 这种起行忏 那么作法忏 我们上礼拜也特别解释过 然后呢 这里面有写到 犯遮罪跟犯心罪 也解释了 只是呢 下面他说呢 讲这个四忏理忏 他说 谱贤观经里面 这个是四忏 华元经的水豪品 讲的是这个理忏 实际上我们上礼拜有说 官经 谱贤观经 有四忏有理忏 水豪品里面 也有四忏有理忏 只不过呢 他把它呢 各配一个 谱贤观经配四忏 水豪品配理忏 所以这个是 他方片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他本来是都有 两本经里面 两个四忏理忏都有 那现在呢 我们今天呢 就从这边开始 水豪品里面的 官诸业信 非十方来 止住于心 从颠倒身 无有住处 即是礼畅 从这边开始 所以原则上呢 我们忏悔 刚刚有说了 就是知道自己 过去做的是错的 先承漏先罪 那么知道错的 然后呢 下定决心要改他 要改往修来 但是呢 这个都是呢 属于四忏 如果真正要忏悔 他说必须要从根本上面忏悔 就是这个理忏 所以他在解释理忏的话 就用这几句话 水豪品的这几句话 说呢 关诸业信 业的本性 他的本性是什么呢 空性 简单的说 就是空性 他不是从东西南北上下来 他无所从来 然后止住于心 那如果无所从来 还真的有业会住在心吗 既然是空性 就没有实质的东西住在心 但是我们总感觉 如果他不是住在我的心中 为什么我想他 他就出现 然后我就回忆起来 我曾经做过这个 所以这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我做过的事情 如果我了解 不了解佛法变霸 我了解佛法 这个做过的二业 一定会有果报 所以呢就会挂爱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认为他是住在心中 这时候如果我们学佛的人呢 真的深入的话呢 就反问一句 那请问心在何处 你说住在心中 是住在 如同金刚经讲的 是住在过去心 现在心 未来心 未来心还没到 不可得 过去心已经过去了 不可得 那你说他住在现在心 那住在现在心 为什么必须你要回忆他 他好像才会出现 如果你平常做其他的事情 在忙别的事 就忘记过去做过的这些错误 那他在哪里 你说他就住在我的回忆中 就住在我的阿赖耶事里面 所以因为你学佛了 就会给自己一个答案 给一个名词 叫做阿赖耶事 那实际上呢 所以他这边 他说非十方来只住于心 其实这两句话 不能够把它分开 要连在一起看 你就不会误会 他不是真的 从哪里来住在你的心 完全是什么 从颠倒身 无有住处 所以你两句话 中间那个句点 如果通通不要 你把这两 前后两句对照看 他不是从十方来住在心 而是从颠倒身 无有住处 这个就是观 业信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为了要让大家详细的了解 前后文 请看今天的讲义 书超里面呢 他有比较详细 多一点的文字 让我们去了解 所以你看 他说词品经文 就是水豪品 水豪品的经文呢 碳水豪功德 这样碳水豪功德 什么叫做水豪功德呢 说佛为菩萨时 他可以从脚下放出一种光 叫做水豪光明 从脚下放光明 有水豪放光 造义纳由他 造义纳由他佛刹为成树世界 那放光做什么呢 从脚下放光 造无量无边 纳由他就是 也算是用义 翻译成义 所以造无量无边的义 的这个佛刹为成树 诸佛世界 放光 让这些 在这些世界里面的 阿比地狱的众生 如果能够看到这个光 遇知遇到这个 足下放出来的水豪光 就能够生多率天 然后呢 这些众生 从阿比地狱生到多率天之后 就会听到天谷 多率天的天谷 出声音来给他们 叫化 出声音 让他们忏悔过去所造的业 所以前后文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 华元经的经文 前后文大概意思是这个 所以他说呢 这一段的经文呢 再把它总结成四段 第一 让这些阿比地狱 生到多率天去的众生呢 先发 先发菩提心 是为忏悔 这个修行的根本 忏行的根本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 我们要忏悔 就是一定要发菩提心 然后第二 用清净三叶 透过清净的三叶 作为能忏的体 能忏悔的这个体 然后呢 再来说明 所灭的罪 那就是上礼拜 列很多那种 那些文字 让大家了解 我们过去造的那些罪 实际上那一段 上礼拜有说过 那个水灿里面 慈悲三叶水灿里面 也有这段文字 其实是都从水灿里面 造出来的 所以这个列四账 这个就是三账再加上 什么账呢 倒是没有去研究 没关系 反正就是忏悔业账 那么第四个正名忏相 也就是这边书所引的 那么剧足文 就是经文 比较剧足的文字 就是像这样 他把它列举出来 这些众生怎么忏悔呢 以禁法界众生素等身 以禁法界众生素等头 以禁法界众生素等舌 以禁法界众生素等善生业 善与业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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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相等 来毁除所有诸葬过恶 所以他说 经文写道有生业与业异业 用生业来忏悔 所以相当于四忏 然而是全理之事 所以才叫做进法界众生等 其实那个等字 如果能够拿进来 那个上下刮斧 左右刮斧里面 皆云进法界等 等就是平等 那这样的话 这时候就相当于理参 所以然是全事之理 全理之事 全理之事 也就是这种三业 生口义三业 都等于进法界众生等 进法界众生素等 平等 平等 所以那种平等的理 就在这四里面 所以他的生口义三业 全部跟法界平等 就这句话 生口义三业 都跟法界平等 所以他说 所以他说书文里面讲的 关注业性 道理参者 其实经文就是说 十足天子 生大欢喜 无闻之眼 这些天子就是刚刚说的 受到这个水好光明 照耀之下 从阿比地狱 生到都帅天去的天子 所以这些天子 就很欢喜来问说 请问怎么参除一切过恶 所以下面的小字就说明 明明刚刚已经教他 怎么忏悔了 为什么这些天子 还要再问呢 而互问者 意思就是说明 理参为用心也 也就是说 之前的那段文字 看起来是试参 但是是权理之事 因此他还要再问如何参除 所以下面说明的就是 如何理参 所以东帅天的天谷 就跟他解释 菩萨知诸夜 知道夜 不从东方来 不从南方来 不从西方北方 四围上下来 而共积极 止住于心 好像没有从什么地方来 十方都没得来 但是却好像能够 积极住在心 所以瓜胡写的就很清楚 非先有体 从十方来 不是真的有东西 有夜 从十方来到你的心 没有啊 显示空性 那些夜的特性 本性是空性 但是为什么我们又觉得 我们有夜 过去有夜 需要去忏悔呢 你说那我怎么也 一点都不觉得我自己有业呢 你如果学佛学到现在 还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业 那你更应该忏悔 怎么可能会没有呢 你说那怎么去体会 我过去有深厚的业呢 表现在哪里呢 表现在 欲尽逢源 马上就带着我职 然后起贪嗔痴慢 种种的烦恼 做种种的反应 身口意 三夜方面的反应 夜者照作也 那个夜就叫做照作 所以透过身口意 的照作 就叫做三夜 那为什么每一个人 面对同样的境界 会有不同的反应 跟照作 素食带来 过去的烦恼等流 然后造就 我们遇见境界的时候 就会有习惯性的反应照作 深夜也好 雨夜也好 异夜的反应也好 你说那这个很正常 我们凡复都这样 是啊 凡复都这样啊 可是我们刚刚说了 什么叫做 葬 会葬圣道 即葬人天圣事 当我们欲尽逢源 眼见色尔闻生 眼对色尘 然后六根对六尘 我们很快的就会 同时再造 深口意三叶 然后就让那个 过去的夜阴种子 就这样相续不断 又再熏回阿赖耶士 又变成种子 然后呢 之后又再欲尽逢源 又起现行 就这样相续相续相续 一直相续 然后呢 就成为一种果报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就没有办法呢 马上呢 回头用戒定会 三无漏学 去面对这一些境界 这样叫做呢 障 障碍我们修圣道 障碍我们修善业 得人天的圣事 殊胜的果报 称之为障 是在这里 所以你看到 这个就是我们凡夫 跟那种大修行人 比较起来不同的地方 就在这里 所以为什么要去说 这个叫做障 那刚刚说 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障 现在呢 再回来这边 我们总感觉 那个业呢 是积极在这里 而且是只住于心 现在呢 他就告诉我们说 那请问这个业 从哪里来 它有实体 真的住在心吗 所以他小字里面的解释 不是真的有体 从哪里来 显示 这些业是空性 但我们感觉有啊 所以他说 但从颠倒身 完全是颠倒妄想 那年纪里面讲的 五种妄想 坚固妄想啊 虚敏妄想啊等等 都是从这种颠倒妄想来的 所以他后面小字就说 是空所以 说他是空性 是空意 就是颠倒妄想来的 不是真的有 如果真的有 他就不叫做妄想 他就不叫做呢 这个空 真的有啊 你可以找得到他的体啊 可以找到他的出处啊 所以全部都是颠倒妄想来的 他不是死有的东西 所以称他为空 所以他说 菩萨如是决定明见 无有疑惑 所以下面的光虎小字上 上皆别观业空 业为报障千云也 所以以上就是在解释 如何观这些业性是空 后面来一句话说 有业就会有果报 有业障那就会有报障 业是报的因 所以当我们忏悔的时候 所谓的透过四忏要同时修理忏 就是在这里 我们在忏悔的时候 就要问我们现在的身口一三业 他有实体吗 他不是死有的 就是这句话 都是从颠倒身 不是死有的 身业如此 口业如此 意业如此 在刚刚讲 延续刚刚说的 眼见色耳闻身 六根皆出六成 我们之前的习惯 到目前都还是如此 眼见色耳闻身 马上就是 马上跟着起烦恼 贪嗔痴慢 用这样子的贪嗔痴慢的 那种烦恼习气去面对 喜欢的 眼见色耳闻身 听到喜欢的就欢喜 听到逆耳的 看到不好看的 就觉得很烦 很讨厌 甚至呢 是骂我们的话 就生气 听到 闻到那个臭味 就觉得好臭 很难过 这样 以此类推 眼见色耳闻身 鼻羞香 通通通都是直接的反应 你说这不就是一般人正常的反应呢 是啊 是正常的反应 什么方面正常 正常的凡夫反应 你说那如果不是正常的反应 而是圣贤的正常反应是什么 眼见色耳闻身 闻到臭的 听到不好听的 马上就关 他是臭 并不是代表我的鼻子一定要坏掉 我的耳朵要坏掉 眼睛要坏掉 他是好看 他是不好看 他是好听 他是不好听 他是香的 他是错 但是都知道的后头 不是让贪嗔痴慢相续 而是了解 我看到 之所以看到 我听到 之所以听到 后头是因为 我有见闻秀长觉之 六根的根性 所以念念当中去体会 我现在眼见色耳闻身 鼻羞香 乃至义之法 都是正常的 六根的根性起作用 如果从这个起作用的现象当中 生起 我贪 我撑 我慢 我吃 我慢 那个叫做 第六意识 结合根本烦恼 随烦恼 在起作用 那个是凡夫的 正常 修行人的正常 如果不要讲的太高 开始 四面处用上来 观身不尽 观受事苦 观心无常 观法无我 这一些应该要看到他的苦空无常无我 那如果是中论或者是这个华言金书超这边讲的理探主要根本就是看到空性 无常无常无常无我都是因为空所以它是随缘而变化 生灭相续的无常 所以这里面没有实体没有实体无我 那不禁就是既然是生灭相续的都是染污的六道轮回的从这个角度去讲它不禁 不一定是香啊臭啊然后干净啊不干净啊不是那个而是我们内心呢就觉得它是香是臭我喜欢我不喜欢 那个就叫做不禁的染污 这个才是正常的修道人的反应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正常的凡夫的六根反应还是继续六道轮回 你必须要在这样子的一个六根接触六层当中 能够加上这一种试念处乃至呢这种空性的的认知乃至呢根性的认知如来藏性的认知 那个才是合乎修道人该有的反应 所以后面这一段话你就看就知道是这个意思了 那请接着看讲义 后有经文对夜观暴云 你能够这样观以此类推诸天子如有玻璃境 玻璃境就是玻璃境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玻璃境可以反射的 明文能造 而且这个玻璃境呢清净见测 非常的清净一点染污都没有 看得清清楚楚照得清清楚楚 与十方世界其量正等 这句话是重点 为什么这种镜子他用一个批语用镜子做批语 结果他能够反射出来造出来的是 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一切一正二报 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全部看到 所以你看诸国独中一切三川一切众生所有影像 结于中线 所以等于菩萨用心 佛的心就像一面镜子 十方世界里面的一报正报 所有影像都在这个心境里面呈现出来 都在佛的心境里面呈现出来 他接着就问 前面观那个夜信是空 他就说你看 请问这些影像 彼珠影像 可得说言来入镜中 从镜去佛 真的有从别的地方来 或者是从镜子里面去哪里吗 答言 佛爷 所以既然这么肯定的回答 不是 既没有来也没有去 所以他说对的 你看 朱天子一切诸业异护如是 业也是这样 虽然出生诸业果报 就好像镜子可以现象 但是请问 镜子里面的像 真的是从别的地方来到镜子里面吗 镜子里面的影像 离开了 真的从镜子里面离开了吗 你说不是吗 是吗 不是吗 是吗 你说那你到底要问我什么呢 你回家自己对着镜子看看 真的镜子里面有影像 现出来的时候 那个影像真的是从外面进去的吗 你说不是吗 我人站在他前面 他才有啊 是 你人站在他前面 镜子里面才有你的影像呈现出来 可是 真的有东西 从外面跑到镜子里面去吗 没有耶 你离开了 你的镜中像 从镜子里面不见了 真的镜子里面 掉一块东西出来了吗 有东西从镜子掉出来吗 没有耶 所以 呈现影像没有东西进去 消失影像没有东西从镜子里面掉出来 缺了一块 没有耶 但是 镜子里面的影像的确可以 有生有灭 就好比是那个 就好比是那个业 看起来好像是有生有灭 但是那个 性体 空性 如来葬性 从来没有生灭过 所以你看他的结语 欲 虽有而无也 也 看起来好像有 颠倒妄想 虚妄有的 不是真的有 所以就好像那个镜中像 必须要依镜而现 但是 像飞去来 不是真的有从外面入到镜子里面去 离开了也不是真的从镜子里面跑出来 所以 像飞去来 一样果报从夜深 那个 何有来去 那个果报 真的有来去吗 所以用这个辟语 夜的性 就好像是那个镜子 果报就好像镜中像 所以这个就是他用这一段来 用这个辟语来让我们了解 所谓的要忏悔业障 并不是说我们功夫如果还没有到 并不是说我一颤就可以没有果报 不要以为我们功夫那么好 所以他前面才会解释 第一个扶夜颤 第二个转夜颤 第三个才是灭夜颤 如果功夫不够 就是让那个夜暂时不起作用 功夫到一个程度 就让本来要到二道寿的夜 今生赶快寿一寿 然后用短时间比较轻的醉报 寿完那个夜报就消了 如果功夫更高就真的不见了 为什么不见了 因为你体会到夜性本来空 既然是空 他就不是一定会有果报 因为他是随缘的缘起的 只要让他的根除掉了 他的种子完全被破坏了 他就不可能敢果 这个是普利道次第广论的解释 他是用这样我们比较好懂 也就是说一颗种子 它有一定的那种感果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生根发芽 然后慢慢的茁壮长大 然后可以开花结果 但是如果你从最要紧的那一点 把那个可以发芽的地方 给它破坏掉 给它挖掉 整颗种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完全破坏 还在 但是实际上他就没办法发芽 没办法生根 整颗种子最后就烂掉 所以广论是用这样的批语 但是在这种大圣经典里面 他不是这个批语 他说直接就看到他的空性 然后就空性相应情况之下 他一切决定在圆 圆不具足 他绝对不会生 绝对不会起现形 所以这个就是他这段话的意思 他用镜子跟镜中相 这个批语也非常我们容易了解 让我们一下子就了解 原来说他空性是这样 好 那么再回到课本 他解释完这段话之后 他有两句话 也就是十三页的倒数第八行 四颤除墨 里颤拔根 就这么简单两句话 可是它很重要 四颤只能够除支墨 里颤才能够拔根 刚刚墨学的解释 其实里颤就是要看到 业性是空性 但是四颤也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参考讲义 别人形书草里面呢 他这样解释 因你礼而起祸而造业 我们对那个礼迷惑颠倒 所以才会起祸造业 所以礼颤是根源 双除之妙 固不再严 也就是说你同时都除掉 那当然是最好的 最妙的 没话说 固不再严 就是没话说 但是如果兰拒者 不是那么容易拒足 两个都有的话 必须先仿善有 令解礼畅 反而要先了解礼畅 他说为什么 礼畅是根本 根拔之存 荣见枯朽 根如果能够拔掉 就算枝干还在 那一棵树终究就会枯朽 可是如果你一直做的是枝末 砍的是枝末 枝敬而根栈 隔一段时间 他就会生出来 牵回拙而还生 所以智者而详宴 所以我们都以为 礼畅不是那么容易修 我先修四颤 等到我功夫够了 忏悔的差不多了 我再来修礼畅 结果你看别心书超说 不对 你要先仿善有 令结礼畅 要先了解礼畅 礼畅是根本 礼畅懂了之后 你再去修四颤 才真正慢慢的能够 从根拔除 所以法院树林这段话 所造的业有轻有重 若论轻业 四颤当然也可以灭 若论重业有可转者 亦能转重令轻 这就是转业参 所谓的三徒业 本来要多三个道的 人中轻受 就在人道里面先受 然后就不必到三个道去受 故实柱菩萨论 实柱菩萨论 里面这段话讲 我不言忏悔 则罪业灭尽 无有果报 无有报果 我没有这样说 不一定是这样 忏悔就能够把罪业灭尽 就不再有果报 不是哦 而是说 我说的是什么 忏悔罪则轻薄 与少时受 所以这段话就是在讲 转业参 所以呢 让那个罪变轻变薄 少时间呢 受一受 然后呢就报完了 故知四参 转重令轻 千报不定 所以这段话 那意思就是 如果你纯粹四参 可以让那个众业变轻 那那个果报呢 就不需要 照你本来照的业那样去受 而可以是呢 本来说三个道的 就先来人道报一报 这样子 可是由于不断节雇 断就是断除 结就是跟那个烦恼 结是烦恼 因为你不断烦恼 不断无名 所以有肉立为 有肉的四参 力量比较轻微 不进故业 故业就是旧业 透过有肉的四参 力量比较小 没有办法断进过去旧的业 后必受报 非权不定 不是 不是一定都能够除掉 除掉果报 经故偏锁 所以四参 一定是要这样讲 可是如果你能够理参 观理断结 无货润业 没有货了 没有货就不会照业 没有业就不会有果报 业不牵生 谁所断出故业 过去的业 那个故就是旧 旧的业就永尽了 所以还是一定要从理参 把根本断出 过去的业就可以完全尽 于现造业 亦不招生 不是招生 招果报 不是招学生 再有生死的果报 你说那为什么他理参了还会照业 哪不照业 凡夫哪有不照业的 生口一三月都叫照业好不好 只是照那个业就不会变成是生死轮回的果报 就好像阿罗汉 赠得有余涅槃 这些摄利佛 穆坚连 他们还是有生口一三月 但是他们在有余涅槃 还在人间的时候 他们的生口一三月 不再会有三九六道里面的果报 为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赠得空性了 所以他这边讲的 能够理参的话 现造业也不招过将来的果报 则于过现所造善恶 过去跟现在所造的善恶业 方式究竟解决了 所以这一段 就是法院朱林也是强调 理参是根本 但是莫学又担心大家只着重理参 那四参都没有做 所以就引用了凡事讯这一段话 让大家了解 了凡事讯这段话 虽然是试唱 但是你就可以了解 试唱也不简单 你看 了凡事讯的那个第二篇 改过之法 他告诉我们改过要发三心 此心 未心 永心 此心是修此心 知道错 不要厚脸皮 不认为那个是错 这样的意思 未心就是害怕 知道犯了恶业 造了恶业 将来会有不好的果报 会对将来要受的果报 产生害怕 才愿意改 第三要发永心 就下定决心 一定要改 一定要具足这三心 所以他后面写 过由心照 亦由心改 如展读树 直断其根 西壁 知之而伐 夜夜而栽栽 看起来这个好像是理灿 不 他虽然用词说是重新去改 但是他讲的还是 刚刚那个四灿 里灿里面的四灿而已 所以我们反而不以为 我重新改就叫做理灿 所以你看 下面讲的 我们都已经不容易做到 可是 从刚刚的那个大圣的 行愿品来看 这都还叫做四灿 因为他跟空性 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没讲到空性 所以这个是莫学补充 让你了解的 什么叫做重新而改 过有千端 为心所造 无心不动 过安重生 他只是讲不动 你说那不动不就是理灿了吗 不动是禅定而已 更何况了凡事讯 了凡先生讲的不动 心不动 基本上他如果有出禅定 已经很了不起了 不会超过出禅定 所以他这边写的 无心不动过安重生 就是当你有禅定了 你过去所造的那些恶业杀盗盈望 你就不会去做他 他讲的只不过到这里而已 但当一心为善 正念现前 所以他讲的是把心全部放在善念善业上头 他的正念现前就是善恶的标准而已 但是虽然这样讲已经很不容易了 如果你能够纯粹让自己的心是纯善 正念现前 纯粹都是善念 邪念自然污染不上 如太阳当空 亡粮浅消 那些轨道亡粮啊 在太阳底下他不敢出来的 大理最上者至心当下清净 最上功夫 改过最高的功夫就是呢 当下让他呢 有恶念 马上转过来 才动即觉 觉知即无 如果做不到 苟未能燃 做不到这个功夫 往下 在下一个层次 须明理已浅知 要不断地告诉自己 这为什么不能做 将来会不好 我在学佛的人 我是一个佛弟子等等的 就告诉自己 不能做这个 所以要用理来劝自己 来浅除那些邪念恶念 这个功夫又做不到 第三层 又未能燃 须随事已尽知 在行动上 就一定要限制自己 所以前面那个 仪理浅知啊 都还只是在念头上 还没有付诸行动的时候 真的还是没有办法 消除的时候 无论如何 一定呢 事项上的行动 不能做 这也就是为什么 墨学一直强调 有人说呢 哎呀 这个 心好就好 何必一定要去皈依 另外呢 说哎呀 杀到盈望 这是性罪 我们都知道 不能做 不一定要去受五戒 我已经受三皈依就好了 这个受五戒干什么呢 所以呢 这就是说我们凡夫 就如同这样三成 我们只能随喜赞叹 你境界比较高 我知道我自己 我如果没有明白的意思受戒呢 随时随地告诉我自己 我是受五戒的弟子哦 所以我一定不可以杀生 不可以拖到哦 我杀生拖到 我犯了五戒 我将来果报很可怕哦 哦 这叫做一礼遣之 然后呢 受五戒以后呢 就用四项来 钳制自己 没有受五戒 你想一想 哎呀 我凡夫嘛 这难免 杀到盈望 这犯一下下没有关系 这个反正我没有受五戒 也不会 也不会 不会那么严重 你就会 很容易宽恕自己 我又没有真的去杀人换活 有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我们受了五戒 我们就真的不敢去做 所以才会说呢 最下一层的 才需要随时以尽职 那我们先承认我们自己 功夫不够 层次最低了 从这边开始要求自己 所以以上事而奸下功 未为失策哦 你上面能做得到 下面的功夫也做得到 也就是说呢 你完全不动 心不动 甚至事项上也不做 那当然最好 所以他说呢 能够上士兼行下功 可是如果是直下而媚上 你只是 事项上不去做 但是呢 你实际上念心一直在动 念头一直在动 那功夫就差了 所以啊 功夫就太差了 所以 为什么善导大师在解释那个三心 真实心 自成心是真实心 各位如果还记得 起善三业 必须真实心中做 不善三业 必须真实心中断除 讲一句比较白话的讲法 要诚实的面对自己 身口亦三业 善事不善 在诚实面对自己 真的要断除他 真的不能做 真实心中做 真实心中断 不要自欺欺人 讲白一点就是这样 诚实面对自己 你说那功夫没有那么好 那你就不要装得很好 那你也不可以说 冠冕堂皇说 我凡夫也没关系 我就凡夫 所以做这些都没关系 也不能这样 所以你说那到底要怎样 因为凡夫 所以那种深厚的烦恼 业障习气还是会 但是我决定会改 只是我凡夫 所以我改得比较慢 但是这样一来 就跟那个了凡四星讲 要发用心 所以我们在研讨班里面 有一个学长 他就是说 你如果真正知道这是过失 你说要改就是要改 不要原谅自己 我这种个性我很欣赏 但是我常常会认为说 我可能做不到 我很欣赏 能够这样子改过的人 但是要看看自己 自己是不是真的是这种个性 但是有的人是这样 他说这个不对 要改就是要改 他举例来说 自从学佛以后知道 抽烟不对就是不对 无论如何咬着牙忍着忍着 也是要把那个烟影给断掉 所以他举这个例子 所以他学佛没多久以后 三规一还是五戒以后没多久 说断烟就是戒烟 所以他举这个例子来证明 你真的要改 就是不能够阴寻苟且 那我内心在想 我从来就没有有烟影 你举这个例子对我而言不适合 我本来就不需要去戒烟 我也没有喝酒 所以我也没有吸毒 你举这个例子 不过他举这个例子蛮恰当 也就是我们凡夫面对这种 深厚的那种业障习气 真的你没有下那个勇心 下去干 真的不容易干 所以了凡私讯才会说 你要发此心 羞愧的心 然后要发这个什么 勇心 然后要发胃心 就是你害怕 继续下去 将来一定会有不好的果报 你说没关系 我可以帮胃心 谁都给到世界 我不怕将来有什么果报 那你在说 你自己想的 你说那不然怎样 临终之前 如果这种恶业的力量太强 难保那个恶业 会让你临终没办法保持 正念 除非你临终前的 好长一段时间 都能够一直维持在那 一心念佛 让那一个 也就是你还没到临终 你就已经维持一段时间 你说又一段时间 是十天 一国会 三国会 这个我没办法肯定回答你 看你的业力的强弱 也就是说 你必须要让自己在临终之前 你要让他安住在念佛求愿往生 念佛的正念里面 你就能够安住 你不会受到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人为因素的影响 你都要有这个功夫 可是如果你过去的业太强 你那个果报业障 暴障太强 你想要在最后一天才保持这个功夫 都不尽然能保持得住 所以一定要提早准备 下面这一段 请看讲义第二页 这个这一段 刚好有很明确的文字 原了凡先生给我们 这个一个证明 发愿改过 明须良朋提醒 忧就是暗处须鬼神证明 一心忏悔 昼夜不屑 今一期二期 乃至呢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必有笑宴 下面他就说明 什么笑宴 他举几段让你看看 或觉心神田矿 就是心情很愉快 很轻松 或觉智慧顿开 以前看不懂的经文 现在都看懂 或处涌踏而触念皆通 事情很多 很烦 很忙 以前都会心情不好 现在都觉得还好 都能够轻松应对 或遇怨愁而回撑作喜 以前看那个人看得很讨厌 现在看到他都觉得很欢喜 回撑作喜 或梦土黑雾 这个末学之前提过 做梦的时候呢 呕吐啦 大便啦 拉出一些 一些脏的东西啦 这些东西 也是业障消除的现象 或梦往胜先贤 提膝兼淫 梦见师父啦 梦见婆菩萨啦 梦见神明啦 都算 或梦飞不太虚 在太空中这样飞来飞去的 我以前觉得那算很好 可是突然有一次我看到 他说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如果你在做梦 梦到自己可以 好像飘浮起来 那代表气虚 身体不好 我说中医的角度 怎么跟我们婆婆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连做梦都觉得 这样浮浮的这样子 是这样吗 那这个我后来知道了 如果你不是在修行 而是那一阵子真的觉得身体不太对 竟然还梦到身体浮起来 那的确是中医讲的 可是这边是 你看他牵头 是你一心忏悔 咒业不屑 你在很认真的修行当中 所以很认真的忏悔修行当中 你做梦梦到可以飞不太虚 或者梦到这些 床帆宝盖 种种盛事 都是过消 罪灭 过失消灭 过罪消灭的现象 然不得 直尺至高 化而不尽 不要认为自己修得很好 就化地至限 不再求进步了 不可以 还要继续努力 所以这一段呢 我把了凡事训的这个文字呢 提供摘录出来给各位做参考 不断的强调 了凡事性这段讲的 还是属于四参而已 但是四参就可以有这样子的效果 所以如果不是原了凡本身 他有读过佛书 或者是他自己真的有这样的境界 他怎么能够写出这一种这么多的 也就是说经论里面提到那个 拜参有好像 没有像他写的这么多种 可见他有相当的体会 所以这是我们让大家了解 所以修行还是真的会有效果的 以上这个就是四参 这是支末 根本是在理参 理参就在观业信本空 好回到各本 老鼠第八行 就这两句话 四参除末 理参拔根 解释这么久 下面若修足忏悔的话 应需善达通达了达 要很清楚的了解 逆顺实心 怎么说 先忏十种 顺身实心 这是你要忏悔 要对峙的 然后呢 搞属第三行 第三句 刺起十种 逆身实心 从后翻破 所谓从后翻破就是那十种 顺身实心 从后面翻过去 相反 所以我们把它前后都读 这顺身实心 要对峙 要忏悔的 一 忘记人我 起于身见 二 内惧烦恼 外遇恶缘 我心真胜 我执 我心就是我执 自私自利的心 我执的心 第三 内外寄惧 什么叫内外 内惧烦恼 外面的话 这个是恶缘 所以内外寄惧 灭善心事 不喜他善 不但是自己善心善事灭掉 也不能够随喜别人的善心善事 嫉妒 承恨别人做那些善心善事 第四 重志三业 重志就放纵 放纵自己的三业 无恶不为 第五 事虽不管 恶心遍布 所做的事情 恶事不尽然很多 但是起心动念 恶念恶心 很多 第六 恶心相续 不但很多 而且还相续不断 昼夜不断 第七 做了这些坏事 干了这些坏事 然后动了这些坏念头 恶念头 还不想让人家知道 互为过失 不予人知 第八 辱乎底突 不畏恶道 这个辱乎底突 请参考讲义第二页 在这个十种顺生死心 这一段的最后 最后两行 辱乎者 辱者掠野 出野 乎者拔乎 所以辱乎的话就是呢 很粗糟 很拔乎 都是不尊敬 不尊敬对方 不尊敬这些圣贤 不尊敬师长 所以这是辱乎 底突的话呢 就是很莽撞 都是触犯 触犯这些人士 所以呢 都很辱莽 不尊敬 然后莽撞 谁便跟人家起冲突 这个就是辱乎底突 回到课本继续念 第八 辱乎底突 不畏恶道 做这些事情 乃至呢 不恭敬师长 然后呢 冲突 跟师长翻脸等等的 都不怕造这些恶业 第九 无惭无愧 不惧凡胜 人家劝他 他也不听 一点惭愧心都没有 第十 认为这些没有因果 不无因果 做一场题 断扇根的人 完全断扇根的 叫做一场题 这个就是十种顺生死心 有这十个 就会不断的生死轮回 而且从无死来 若至极他 无不接耳 不但是自己这样做 也教人家这样做 还劝人家 可以这样做 这叫做 至极他 无不接耳 这就是我们要忏悔的 接着呢 起十种逆生死心 从后翻破 一 民信因果 对着那个波无因果 第二 智愧克责 对着第九 无惨无愧 第三 不畏恶道 对着这个第八 不畏恶道 第四 不互瑕疵 就是对着第七 互为过失 第五 断相续心 对着上面的恶心相续 第六 发菩提心 就对着上面 这个第五恶心遍布 现在发菩提心 第七 修功补过 对着上面的那个 这个第四 无恶不为 他不是造恶了 而是修功补过了 第八 守护正法 对着那个第二 对第三 第三 这个 内外寄居 灭三 灭三心 是不喜大乘 而是守护正法 第十 念十方佛 对着第二 第一 关锐心空 对着第一 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 这样看不好看 所以我们直接看讲义 先把十种顺生死心 再多看一遍 然后对照逆生死心来看 就很清楚 所以上面那一段 在第二页 上面那段是顺生死心 引用摩合子观的这段话 让大家再重看一遍 多看一些文字 摩合子观第四卷里面讲 罪从众元生 还从众心忏悔 他为什么讲众元生呢 就是用的是那种 因众心 猛利心 你说什么叫因众心 什么叫猛利心 比如说你称恨 如果你只是很不喜欢 这个称恨心算很轻 但是如果你已经是恨得牙痒痒的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报复 我一定要把他杀掉 那个就叫做因众心 那个就叫做猛利心 或者是贪 那么起的贪心 贪到很重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得到 这个位置我一定要得到 这笔钱我一定要拿到 那种心就很猛 很重 所以他这边写 这样叫做罪 罪就是从这种重元生 所以忏悔也要 从众心忏悔 才能够相治 没有用因众心来忏悔 图忏无意 这个就是两番私信 我们刚刚说的 永心 用词不一样 意思是一样 他用永心 这边用因众心 那为什么一定要忏悔呢 藏若不灭 止观不明 想要修定 修慧 修止观 抱歉 有障碍在 有暴障在 有业障在 有烦恼障在 障碍在 你止观修不成功 所以有人说 我很用功在学佛 为什么我老是那些经论 我听师父讲 就现场听 听法师 听师父说 好像懂 但是回家自己看 怎么又完全又不懂了 那些经论 怎么会这么难呢 有人有这样感受 那个就代表自己还有障碍在 你说那为什么有障碍在 为什么听着师父讲解的时候 好像听懂了呢 那是因为在现场有三宝加持 所以障碍稍微暂时轻一点 回家自己想要看 就没有三宝加持 所以障碍又现成 你说怎么办 忏悔 就忏悔 所以这两句就是补充说明 就是这个 为什么我们老是修止观修不成功 代表我们障碍一直在 所以你看智泽当时就讲了 若然献起重罪 如果这一生 你现在正在起重罪 就是造重罪 苦到忏悔 你很认生的 苦到就是你很用心的 即使要很苦才能够消除 但是你也一定要把它忏悔掉 所以苦到忏悔 择意除灭 他就说明为什么 如迷路禁锢 你才迷路 还没有走很远 赶快回头 就很容易走回 这个正确的路 所以现在造 现在马上忏 反而很容易忏掉 他的意思是这样 过去重障 必难回转 为什么 迷生迷远固 你走错路 已经走很远了 你即使后来才知道 我走错路了 要回头 很不容易回到正路 因为已经走太远了 要回头 很远很远 但是并不是一定回不了头 有心要回来 还是回得来 但是智泽大师历史就说 如果你真的认识自己错误 现在错误 现在马上忏悔 就比较容易除掉那些罪 因为你迷路禁锢 很容易就回头 不要让他摆着摆着 来生来世 就不知道怎么回头了 所以他说 想要忏悔 二世重障 为什么二世 现在跟过去 没有未来的 那一定是忏悔 现在或忏悔过去 所以他只写二世 要忏悔 二世的重障 要行四种三昧 要修四种三昧 你就一定要认识 顺流时心 顺流 顺生死流 你要认识 你要认识这顺生死的时心 明知过世 当运逆流时心 以为对志 你才能够忏悔过去现在的重障 才能够修三昧 修止观成功 所以他说 这二时心 通为诸颤之本 颤悔的根本 一定要认识 错误的顺流时心 要用逆流时心 来对志他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不认识 顺生死流的时心 我们怎么知道 用逆流的时心呢 所以一定要先认识这四个 第一 自从无时 暗示昏迷 烦恼所罪 忘记人我 记人我故 起于生见 所以你看 有人我 直我直 有我直 就会执着在这种 五蕴的身心 把这个当成是我 生见故 生见就是我直生见 有这种我直生见 就妄想颠倒 有我直的妄想颠倒 就会起贪嗔痴 因为有贪嗔痴 就会广造诸业 因为广造诸业 就流转生死 所以第一句话 其实是有这么长 但是先从哪里 先从无名妄想 而有我直生见 从我直生见的妄想颠倒 起贪嗔痴慢 因为贪嗔痴慢 造种种的业 因为造业的业因 就有流转生死的果报 第二 内聚烦恼 外直恶友 就是外缘 自己前头已经 内聚就是前头讲的那些 我直生见妄想颠倒 外面有种种的这些恶缘 散动写法 劝惑我心 倍加龙胜 里面有烦恼 有我直烦恼 外面也有这些恶缘 所以呢 当然就会呢 我的恶心恶业 就一直照一直照 三者 内外恶言计句 则内灭善心 外灭善事 里面没有善心 外面没有善事 又与他善都无随喜 别人做的 你也不会随喜 因为看事情都看错了 都不认为人家那个是善 四者 众志三业 无恶不为 不但是内心是如此 身口一三业 恶业 无恶不为 五者四虽不广 恶心遍布 就算有一些事还没做 起心动念 恶心遍布 六者恶心相续 作为不大 而且那些恶心 一直相续 七者互为 过世不亦人知 八者辱乎底吐 不畏而道 九者互产无愧 四者波无因果 作为产题 这都刚刚念过了 四为十种顺生十流 昏倒造恶 昏就是昏迷 倒就是颠倒 昏迷颠倒 在那边造恶 就好像 侧从要侧 不觉不知 举这个例子 我们现在很少看到这个 我小时候看到这个 大便 粪坑 不是马上冲走的 就在下面 尤其是学校公厕 都用这种 好可怕 小时候上厕所真的很可怕 然后一进去 错位 然后一看 不得不上 因为很急 不得不上 但是又往下看 恐怖 所以赶快上一上 赶快走人 相信吗 跟我这个年岁都有这个经验 乡下更多 不要说像我那个小时候是高雄市 小学都还如此 真的是 所以就会看到真的有虫 结果我们后来学生物学才知道 原来那个都是苍蝇 在里面下蛋 那个都是苍蝇的小虫 长大以后就变成苍蝇 可怕 所以佛经论里面都这样词语 厕从要厕不觉不知 不但不觉不知 没有那个还不能长大了 还觉得蛮好的 所以去说我们生死凡夫就像这样 对这些烦恼 对这些恶业 不但不觉得他不好 他觉得实色性 这是人性 不是这个就不叫人 等等 所以你看 就不觉不知 而且积极从累不可称计 不断的累积 生生世世 一生一生的累积 算都算不完 你说什么叫算不完 烦恼恶业 讲的是这个 烦恼恶业都算不完 包括下面的四重五逆 这些四重就是杀到盈望 忤逆 杀父杀母杀阿罗汉 等等的这些忤逆罪 极致产题 到最后波无因果做一产题 最严重就是这个 所以那果报呢 生死浩然而无忌半 永远没完没了 这些果报永远没完没了 然后呢 后面就说 但是凡流 总皆如是 所以在这个之前 墨学引用的是磨合子观 所以可见 书超是超字磨合子观 只不过呢 书超后面多了这段话 只要是凡夫 总皆如是 所以才会说 若至极他无不皆耳 所有凡夫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呢 顺生死心 那逆生死心 了解十种顺生死心 逆生死心就 比较好了解了 那所以墨学呢 就后头呢 多补充几句话 让大家多了解一点 第一 民性因果 从生性因果开始 对峙那个前面的波无因果 所以后面说明 生了很清楚的了解 很明确的了解 而且深信因果 因果就是三世元起的业果就好 所以恶因恶果 三因善果 这样的三世元起因果 一定要清楚 一定要深信 就能够翻对前面的那个波无因果 第二 智愧克责 翻对前面的那个无惨无愧 不惧凡胜 也就是刚刚引用了凡事讯讲的 要发羞愧心 此心 惭愧心 也就是知道以后 诚心对佛忏悔 不一定要像上礼拜讲的那个 做法忏 要人前发露 但是起码你要诚心对佛忏悔 对着佛比较不会不好意思 反正那个是泥塑木雕的 佛也很慈悲 也会原谅我们 你就会比较敢忏悔 对着人呢 这种感觉 说出来会很不好意思 这很麻烦 我们凡夫都有这个毛病 而且如果你养成习气 这种习气常常有 就是举例来说 明明呢 这个是到了美国 但是呢各方面 从年轻的时候 做学生的时候就去到美国 但各方面都不是很顺利 但是他们就一直 一直就留在美国 工作也不很好 收入也没有很好 但是偶尔总要回家乡嘛 回家乡的时候呢 比如说回到大陆 回到那个老家 亲戚朋友都认为 你在美国一定做得很好 一定都是事业有成什么的 完成你的美国梦 然后问呢 你就开始编一套 编一些呢 好像自己还在美国混得不错 然后呢 我就问他说 你这样 你不是说了三归义吗 你这样不是要打妄语吗 他说我也知道啊 我也很难过啊 但是呢 那个面子拉不下来啊 其实面子拉不下来 那我说那好吧 那你自己呢 就要好好忏悔啊 那我就反问你一句 因为反正都是用LINE在对话而已 我就反问一句说 那请问你这个方便妄语 你打算讲到什么时候 除非你哪一天真的辉煌腾达 赚大钱了 再回到老家 那如果你的夜报一直不是很好 一直混得都只是这样 勉勉强强而已 那请问你这个谎话你要讲到什么时候 就举这个例子 为什么要举这个例子 往往我们都是为了面子问题 那个我执啊 拉不下来 不敢承认 好 就算是这样 功夫还不到那里 你还不是真的了解身性因果 起码你要在佛菩萨面前 佛菩萨其实你不谈他讲 他也知道你过去干了什么事 但是你起码在佛菩萨面前 诚心的发入忏悔 你说为什么一定要在佛菩萨面前 发入忏悔 诚实面对自己 起码我在佛菩萨面前 都已经下定决心要忏悔 慢慢的就要改过 当你能够在佛菩萨面前 诚心忏悔 功夫慢慢慢慢的增进 那种障碍 业障 烦恼 慢慢慢慢的消除 终究你就敢在人前发入忏悔 为什么 因为你到那时候你就发现 我真的可以改过来了 这时候你就敢在人前发入忏悔了 以前为什么不敢 因为感觉好像还没有完全可以改过来 所以讲了到时候还改不过来 不是很难看 所以到你觉得应该真的可以完全改过来了 你就在人前发入忏悔 这时候烦恼障业障暴障就消得快 所以为什么我这边只是写 诚心对佛忏悔 但是功夫还不到的时候 起码可以先做这一道 第三 不畏恶道 就是你要了解 有这样的业就一定有那个果报 所以对应于了凡事讯讲的 发畏心 害怕 害怕自己受果报 你说那没关系 那个下辈子再去受完 那谁知道 下辈子 所以后面补两句 身关无常 一席不来处 很快就有可能到下辈子去 你修行还不到的时候 就来到下辈子了 一席不来 就变下辈子了 所以无常 什么时候会来 不知道 什么情况之下会来 不知道啊 讲白一点 讲难听一点 怎么死的 不知道啊 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啊 最白了 这个最化 这话很白了 身关无常 第四 不互瑕疵 就对着互违过 是不予人知 发入改悔 根肉则知枯 就用这个辟语 你看那些树啊 你把他根挖起来 暴露在空间里面 他得不到养分水分 他就哭掉了 圆干则流节啊 从根本 本源那边把他断除 后面就没有了 所以 互发入忏悔 就像这样的辟语啊 从根本把他断除啊 断相续心 那功夫呢 再进一步 要能够呢 断相续心 让那一个恶心 不要相续 那要怎么样 誓愿辞戒 用辞戒 发愿要受戒 辞戒 所以这时候呢 要护持自己的戒律 如浮囊 什么意思 漂流在大海里面 刚好有一个浮囊 让你浮着 你才不会死啊 如果没有那个浮囊 在一片汪洋大海 一定一定死的 所以那个戒 就好像我们大海中的浮囊啊 要把那个浮囊给保护好 不要让他破掉啊 让那个戒不要破啊 那什么时候会破 就是呢 再造恶业 再造恶业 那个就像那个浮囊破掉了 所以后不复照 就是让那个浮囊 不要破掉 所以一定要辞戒 辞戒 能够一定要辞戒 让那个恶心 不要让他相续 不要相续就不会付诸行动 起了恶心 就赶快 我是辞戒的人 绝对不可以让他 变成实际的行动 这个 这个就是第五啊 断相续心 用辞戒来帮助自己 断相续心 第六 发菩提心 对着那个恶心遍布 这时候不是恶心 而是发菩提心 然后更高一点 绝造一切 尽本空即 那个菩提心 就不是世俗菩提心 而是圣意菩提心 三心就是菩提心的三心 执心 身心 大悲心 来帮助有情众生 所以这个是用菩提心 来对峙过去的那个恶心 过去恶心是在造恶业 现在发菩提心 是在帮助众生 利益众生 第七 修功补过 过去是无恶不为 三业造恶 无恶不为 现在要修功补过 所以后面补充说明 善运山业是高山 田山过深广最海 用山来填海 用这个辟语 那为什么是高山 不断地造善业 不断地造善业 不断地累积这些善的善业 好像一座高山一样 过去的那个过湿 好像那个海一样 用高山来填海 所以这样叫做修功补过 过去三业都在造恶 现在三业都在造善 第九 念十方佛 对峙那个 对峙那个我心 真圣 内具烦恼 外遇恶缘 我心真圣 现在不要用自私自利的我心 而是念佛心 念佛就是要学佛 念佛的慈悲 智慧 念佛的功德 向好 心心念念 都向佛看齐 学佛的那种慈悲 智慧 修功德 修向好 就转换成这个念佛 学佛 第十观罪信空 对峙那个我执身见 所以通通观空 一切人法 就不可得 人空法空 最后这一句 行愿必是无信 是缘起 这句话 后面还有解释 所以我们先保留 所以以上 这个就是十种逆生死心 所以请看课本 第十三页最后一句话 最后一段 最后一行 若具辞者 无罪不灭 你能够用逆十恩死心 十种 无罪不灭 此谍名下四项 这两句只是解释说 经文只是刚开始讲 第四个愿叫做 颤除业障 把十愿的名字念一下 然后下面才开始解释 颤除业障的修行项 要怎么修行 十四页 菩萨之念等等这些经文 你看第二行 此正举所颤 所以所颤的经文是说 我过去无始节来 透过贪嗔嗔痴吃用生口意 做出恶业 所以实际上 你看他的注解 贪是恶业的因烦恼障 生是造业的工具 所做的恶业就包括了业障 跟这个暴障 一间恶障 一是业障 就是杀到淫 两舌恶口 妄言其语 贪嗔痴邪见 十恶业 第二 现生报 来生报 后世报 就是暴障 所以他把这个做出恶业 除了有业的因 也有业的果 业的因是业障 业的果就是暴障 暴分成现生来生后世 他直接这样写 所谓的现生就是 这一生造这一生受 来生就是这一生造 第二生来生报 后世是今生造 后面两生以后才报 简单的解释这样 好 请看参考讲义 第二页最后一行 他说实际上 所忏悔的还是三藏 还是三藏 行用品书里面说 由贪嗔痴 这句话是恶业因 发生口意 是造业的工具 分口意三业 造业的工具 三业十支 就是十二业 十三业十支 皆由三毒 作诸二业者 即是业体 所以业的体 如果要说业的本体是什么 就是 是个十二业 这个十支 然后是从三毒去做出来的 但是有二三种 什么叫做有二三种 就是两方面来讲 两方面各用三种 也说第一个是 善业恶业不动业 现在所要忏悔的 就是忏悔恶业 善业不动业就不需要 所以经为取恶 就是指三种业 我只取忏悔恶业 再来第二种三种 现身报 来身报 后身报 现在要忏悔的 通此三 都要 希望呢 我这一生的报 来身的报 后世的报 通通都要忏悔干净 可是下面这句话就难懂了 三三合九种 什么叫做三三合九种 就是还要加上 从三烦恼起 所以别形书超就解释这个 身等三业 身口意三个 据善等三业 就是善恶不动 还有呢 现等三报 现身报 来身报 后身报 三三合九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 身口意三 加上呢 善恶不动三 加上呢 现身后三报 何九 为什么这样 这样叫做何九 前后不相舍离 也 这三个分不开 主要是这样 这三个分不开 好 对于下面后面这一段呢 阿比达摩集论 我们休息15分钟 再来继续看 好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 我们请看参考讲义第三页 刚刚把这个书超里面的那个文字呢念过了 那么刚刚有学长在问 现身后报这个是什么 现呢就是这一生 这一生造这一生受果报 叫做现这一生现报 生报呢就是呢 这一生造业 来生第二倍 第二代 第二第二 第二四 第二四去受果报 这样叫做生报 所以现报 生报 然后后报的话 这一生造 然后呢 不是来一生就受果报 而是呢 第三生 那是第四生以后 才受果报 所以呢 就是叫做后报 现报 生报 后报 所以果报分这三个 就是因为这个业力的轻重 如果业很重 那这一生造 就这一生受果报 如果业没那么重 就往后推 业更轻 那就再往后推 有这样的意思 那下面呢 阿比达摩集论 是告诉我们说 前面那三个业啊 善业恶业不动业 都是呢 三界六道里面的轮回的业 因此都是因为由鱼吃 所造成的 所以他引用呢 这个集论里面 就这段话 一手果鱼发非福行 非福行就是恶业 非福就是恶业 然后呢 一手果鱼 这种鱼吃是对那种因果 一手果 道理不懂鱼吃 造的那个恶业 所以就是恶业非福行 可是如果对因果懂了 但是对于空性 真实义还是鱼吃 那你可能呢 会修善业 会修禅定 所以呢 福业是善业 不动行就是呢 禅定 所以呢 有两种鱼 那什么叫做真实义鱼呢 我们刚讲的比较简单 对空性不了解 但实际上如果讲详细一点 就是对四圣地 对四圣地呢 鱼比鱼吃 叫做真实义鱼 也就是说你不了解四圣地 为见地者 随起善心 有比随眠所随互顾 随眠就是烦恼 那为什么叫随眠呢 就好比呢 他睡在你的心中 等于要有因缘 才会把他叫醒 所以就算他没有起来 没有醒过来 他还是睡在你的心中 只要原具足 就会把他叫醒 所以叫做呢 随眠随护 就是随着我们 跟着我们 绑着我们 所以你起善心 因为有烦恼 也叫做 造的这些善业 也叫做鱼池 所以有比势力于三界苦 不如实之 比就是说真实义鱼 你对势力不了解 由于他的力量 所以对三界的苦果 不能够如实的了之 就能够发起 后有因信服 不动行 后有的因信 断句要断到这里 后有的因信 就是造那个因 就会有那个果报 那因是什么呢 扶行跟不动行 所以这个就是呢 这个叫做真实义鱼 非已见地者能发此业 如果已经见到位了 出国以上 他就不会造这种业 因为没有真实义鱼 没有那种鱼池 可是如果是一手鱼呢 一手果鱼 前面他用一手果鱼 前面他把一个扫 省略了一个字 少省掉一个果字 其实就是一手果鱼 他就会造非服行 就是恶业 有笔一项是染无信 无名何时 必不容受信解 一手形象正见 故 讲白一点 就有了这种一手果鱼 他呢就很难信受 信解 信解什么 一手形象正见 对这种三世因果的 这种因果的形象 产生正见 有这种鱼池 一手果鱼 有这种鱼池 他就很难相信 很难了解 三世因果的这种道理 那三种报则 现报 生报 后报 你看 现报 现世做善恶 现身受苦的报 生报 今生做善恶 次一生受报 后报 次二生 次三生 乃至未来多生受报 所以 这个我们净空老和尚 常常举他自己的例子 那老和尚所造的业 就是现报 你看 今生修了善 今生马上就转 转成为好的国报 马上 算命的算他 四十五岁以后 事情都不准了 为什么 因为今生造的善业太强了 所以马上今生就受过报 得过报 就转变了过去的那种 没有那么强的恶报 恶业了 好 以上呢 这个是说明 所参的还是这三业 三藏 不叫三藏 三业 三藏 再来回来课本十四页 他说呢 如果这一些 我要忏悔的这一些三藏啊 无量无边 恶业有体相 近虚空却不能忍受 诸解里面呢 十四页的这个 第六行 写 此显其广多也 所要忏悔的恶业呢 又广又多 无形故 不见相貌 因为无形不见相貌 如果有形相的话 有体相的话 那溢出来了 整个虚空就溢出来了 所以那 在说明的是什么 要忏悔的就是那个 顺流食心 顺身死流 那食心太多了 近虚空却不能忍受 那请参考今天的讲义 二业 近虚空却不能忍受 但是忏悔也一样 也是这么样子的广大 所以要让大家明白的 下面引用的就是让大家明白这件事情 别人书潮里面讲 无始受身以来 今无量节 所以呢 时间的结束啊 不可数无量 一一节中 受种种身 不同的果报 人啊 鬼啊 六刀的身 所以受的身呢 也不可数无量 然后在不同的身份里面 造总统的业 那更是业不可数 所以你看 时间节不可数 受的果报 生不可数 那然后造的业 业不可数 所以这边讲 有体相的话 近虚空界不可忍受 距离而言 导公来说 若颤此业 清净者 所获功德 亦近虚空界 不能忍受 为什么 敌对相伴 一一 即是真功得故 所以真的忍悔 那个功德 也是近虚空界 不能容受 所以 毗菩萨论 菩萨论 才会说 善悔的功德 怎么形容 此一念善 就是忍悔的善 如果有形色的话 大千世界 也不能容受 看 那功德多大 比论 但只一化之尽 只是一个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实际上 是以大千为量 量虽通局 亦不生辞也 还是这么说 怎么说呢 一念忍悔功德 便与无量节 所造的业 分量其等 无量节有多少 你真的忍悔 那个功德 就有多少 如同他前面讲的 恶业尽虚空绝不能容受 忍悔的功德 真的能够忍得掉的话 那也是功德 尽虚空绝不能容受 如一暗事中 虚于灯光之明 所骗分量 便于此事千年之暗 分量其等 这个呢 讲白话一点 假设我们这个教室 一直以来都是暗的 整个房间都是暗的 整个房间都是暗的 我现在拿了一盏灯 竟然整个房间都变亮了 那个亮就片满着整个房间 他的批语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过去的恶业 是尽虚空绝不能容受 这么广多 又广大又多 一样你真的忍悔 那个功德也就跟这个恶业一样 真的把它化解掉了 那个功德也一样 尽虚空绝不能容受 那个分量就跟恶业的分量是一样 那在这个叫做敌对相反 把它忍悔掉了 所以下面呢 就把它所引用的皮婆沙论 把它指出来 就是在十柱皮婆沙论 在分别功德品里面 初夜一时理一切佛 忏悔劝请水洗回向 中夜后夜易如是 这个就是他们印度人 白天分三十 晚上分三十 日三分 夜三分 所以就算是在 夜初夜 就是初夜分 就是六点 晚上六点到十点 这样忏悔 劝请水洗回向 然后中夜后夜也是这样 就是这个十点到两点 两点到早上六点 这样子总共呢 初夜中夜后夜 通通都这样忏悔 于日初分 日中分 日后分 也这样忏悔 一日一夜合起来 总共六十 六十忏悔 然后呢 一心念诸佛 如现在前 要这样忏悔 这样念佛忏悔 问曰 做事行以 得和果报 你能够这样修 有什么果报 大约 若于一时行 福德有行者 恒河沙世界 乃至不容受 若于一时中 行此事者 所得福德 若有行者 恒河沙等 无量无边 不可思议 三千大千世界 所不容受 福德之大 他就是这个形容词 所以上面就引用的 就是这一段话 简单的说 你能够这样忏悔 所得的福德 也是尽虚空界 不可容受 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 敌对相反 一念心 尽虚空骗法界 善心如此 恶心也如此 所以恶心恶业 是尽虚空骗法界 导共来忏悔 善心也是尽虚空骗法界 为什么要这样讲 你看 课本回来 十四页 我今夕以清净三叶 骗于法界 极为成数 一切诸佛菩萨仲前 诚心懺悔 后不诸葬 所以一样都是叫做 骗于法界 不过前面用的是 清净三叶 那只是参业的工具 因为过去是 三叶无恶不为 现在三叶一起齐忏 强调只是这个 后面这个呢 骗法界这样去忏悔 民所对尽 此民所对尽 为什么一定要用骗于法界 从两方面去说 这句话就很有意思 骗于法界我有办法吗 所以他要把它解释 什么叫做骗于法界 我要去忏悔 第一 翻前面的恶心遍布 过去恶心遍布 所以我现在也是骗于法界 都用这种忏悔的心去面对 第二 骗于法界就是 秤法性故 秤就是相应 相应那个法界的法性 无罪不除 无罪不除 我要这样忏悔 过去我有什么样的恶罪 我就这样忏悔 所以对于这个 民所对尽 骗法界 请参考讲义第三页 最后一段 行愿品书里面这样讲 骗法界则有二一 一 所造罪心 四片部 过去那个心跟四片部 所以现在的忏悔 也要周片 第二 秤法性故 你能够这样忏悔 何罪不除 就到这里 然后下面 诸佛菩萨前 也就是经文讲的 在一切诸佛菩萨重前 诚心忏悔 他说这个 这个是正辩所对 就是念十方佛 等于对着前面那个 逆生死时心 所以念十方佛 翻习二游 诚心忏悔那一句 简不置心 就是简就是简别 一定要自心 自诚心 因为什么呢 你缓重情侣 罪不灭故 所以你忏悔 一定要自诚忏悔 自诚心忏悔 因为你随随便便的 忏悔一定不能灭罪 再来忏悔这两个字 诚心忏悔 诚心是说 不可以不置心 忏悔就一定要 自愧客责 不畏恶道 不互瑕疵 后不护照 就是前面的断相须心 安住境界 一切功德 就是前面的修功补过 没有用三月 怎么能够填锅货 总此忏者 以民事 因果三恶影响故 也就是守护政法 所以这样讲完 你就发现原来 这一段经文 写得这么简单 实际上就是用 逆生死 时心 所以课本 也是这样写 我只是把课本 跟书超 放在一起念 这时候请你看 我帮各位整理出来的 第一 恶心遍布 这时候你要用发菩提心 那个自成心 当然就是要发菩提心 第二 忘记忍我 你要观罪信空 翻过来 外遇恶元 你要念十方佛 然后他说明你念 不治心 你要用自成心 不治心就是缓重情侣 你要用自成心 之前是恶心相续 现在要端相续心 之前是波无因果 现在要明信因果 之前是互为过失 不悦到无常无愧 现在要忏悔 不互瑕疵 要害怕将来会有果报 多到恶道去 然后要好好的惭愧 智愧克责 这个话要多讲一点 智愧克责 有的人他的个性是这样 一忏悔就很讨厌自己 然后说为什么老是改不过来 我怎么这么糟糕 然后情绪就越来越低落 本来忏悔就是要 要很勇敢的 赶快面对自己 然后赶快改过来 结果他一忏悔 就变成情绪很低落 情绪很渣 很糟糕 我就是这样的反复 甚至还有更严重的 我怎么这么糟糕 干脆来去自杀算了 来去死死也好 我怎么是这么糟糕的人 就念头就起来了 我也碰过这样的人 他说这怎么办呢 我说这个代表 你过去曾经干过这个事 所以呢 也就是说你过去曾经自杀过 所以现在你学佛了 知道自己是个业障深重的凡夫 你想要忏悔 结果忏着忏着就变成 跑出这个念头出来了 那就代表你过去曾经 做过这种事情 而且还可能就是因为 很多事情解决不了了 干脆就自杀去算了 所以你现在在佛法里面 在学佛里面也一样的发现 自己完全没有办法 面对自己的那种烦恼 恶心相续 想要改也改不掉 怎么办呢 算了来去死算了 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你这样继续下去 你下辈子就算 因为你曾经碰过佛法 你有善根 你又碰到佛法 结果你还是一样 那个烦恼障深重 又碰到解决不了 你又说那来去死死也好 每一次都搞这个 没完没了 你说那怎么办呢 我们承认自己是凡夫 承认自己是业障深重 还是老话一句 慢慢改 我们不是大修行人 不是主师大德 如果你去看主师大德的传记 人家说要改就改 然后马上说要念 一天念十万声 就能念到十万声 举例说明 说要念三藏十二部 大藏金把他念完 就真的毕了关就念完 我们不是那样子的根性 那怎么办呢 慢慢来 但是有心 下定决心 就是要改 慢慢改 是凡夫 慢慢改 然后知道这一次 大概能改得有限 所以更加肯定 这一生结束 一定要到极乐世界去 不去极乐世界 照我们现在这样修 要修到哪年 哪月 哪日 所以更加下定决心 无论如何 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而不是用自杀 自杀人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智慧克责这边 一定要小心 不要让自己变成是一种情绪的那种 有人这样 甚至如同弄眼睛里面讲的 我不是发慈悲心吗 我要赶快度众生 看到众生还这么苦 怎么办 怎么办 我都没办法帮助众生 一天到晚 怎么办 我都没办法帮助众生 结果变成是一种很苦恼的情绪 说我想帮助众生都帮不了 所以我到处劝 尤其他已经出家了 看到众生都陷在男女情欲里面 男生脱不了 连女生也脱不了这种男女情欲 然后都要妖娇打扮 然后就是要争取男性的欢欣什么的 所以他眼中看来所有的在家人 都是这种这号人物 就算已经是在佛门里面 也都这号人物 一天到晚都是发表这样的文章 发表这样的意见 有时候跟他讲说 没有不是像这么严重 也是有很愿意好好修行的 不要这样看待所有这些众生 他听不进去 所以这就是 他已经变成是一种 根深蒂固情绪化的缓印 如果我们忏悔 忏悔到变成是这样 那不是真的忏悔业障 那个是增加业障 所以必须要像了凡士兄 为什么要把那一段话给各位看 你真的忏悔有效 试试看 你再念念看看 是这个心神填矿 智慧顿开 烦恼越来越轻 所以你会感觉到各方面都好像 将来我一定可以很吉祥如意的 将来我一定可以往生的 是要有这样子的一种效果在 而不是越来越苦恼 忏悔到最后越来越苦恼 越来越情绪化 不是 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 好 再看回参考讲一滴事业 所以经文的那个修 这个横柱境界一切功德 那两句 横柱境界一切功德 就相当于前面的修功不过 对着那个三业无恶不为 不再作恶 而是住在那个清净的戒律 住在那个一切功德 也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 你也可以这样看 一切功德 然后灭善心善事无水洗心 现在是守护正法 护行护教 起水洗心 看到人家这个修善 都跟着欢喜多好 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忏悔 所以如同刚刚墨学讲的 你只会智慧客车 到变成一种很低落的情绪 甚至完全都是负面的 去看到众生都怎么这么厌恶 这么可怜 都看不到众生有行善修善心的 不对 还是有众生有在起善心 修善业的 所以我常常感觉到说 今年我们台湾很奇怪 很多台风都跑过去 那是不是我们台湾很多人修善业 所以该来的都没有来 导过来说 那人家日本也是很多人行善 怎么会都跑到日本去 那大陆也很多人在行善 为什么也会跑到大陆去 好像也不进 这都是大家的贡业 很难说谁善谁恶 但是很奇怪 今年真的是很多台风跑掉 往年我们也很多台风跑来 然后回来后 最后解释这个无信之缘起 就是在哪里呢 请看到这个十四页的 这个导数第九行 导数第四行 最后一句话就 而此行愿又即是无信之缘起故 所以你看他前面 修此行愿必先以发菩提心 而此行愿又即是无信之缘起故 所以把发菩提心跟无信的缘起 修这个普贤行愿结合在一起 什么叫做无信之缘起 无信就是空信 既然是空信 为什么是缘起呢 缘起必然是空信 空信必然要从缘起起讲 所以请参考讲义 是墨玄又从另外一个角度 让大家了解 华元宗清良大师的书超 他会用性起跟缘起 然后这两方面做一个相对的来说明 让你了解 什么叫做性起 什么叫缘起 两者如何相容 所以就在如来出现品的注解里面 这个书超里面有这段话 请参考讲义第四页 有问言 性起为尽 缘起通缘 就是可以是缘也可是尽 但是性起 但是性起 但是性起一定是清净的 缘起是缘的也可以 是净的也可以 那云和缘起 即是性起呢 就开始要做相容 两个怎么相容 故为此通 容通 怎么说 为缘起有恶 一个是缘的 一个是净的 净的是指什么呢 如来大悲 菩萨万行 这些都是呢 清净的缘起 从如来 从菩萨那边 去讲清净的缘起 如果染的缘起呢 是众生这边 起获造业受果报 这样叫做染的缘起 所以染的缘起 是六道众生这边 可是缘起也有清净的 但是呢 他下面一句 若以染夺尽 纯粹讲染缘起 那就是六道众生这边 为属众生 故为缘起 只能够用缘起两个字 这两个字 可是呢 那今以尽夺染 为属诸佛 故名性起 如果讲清净的缘起 那就等同是 诸佛的菩萨的缘起 那就等同是性起 所以性起就是 清净的缘起 那缘起也可以是 染的众生的这边的缘起 好了 那下面就一段 又未有问言 缘起约事 性起约理 也可以这样看 缘起从事上来说 性起从理上来说 那如何相及呢 所以下面就跟你融通融通一下 从缘无性 方显性起 缘起是从事 但是如果你从事项上的缘起 看到都是空性 那就是性起了 你必须要看到缘起 缘起里面都是空性 那就是性起 又由建缘 推之性起 若离缘 互论和性 讲性起 不能离开缘起 所以你如何知道性起的 所以你如何知道性起的 建缘 推之性起 他的意思就是这个 你如何建到性起 就是从缘起 看到空性 就看到性起 如果你离开缘起 另有一个性起 那那个叫做断空 你偏到空性那边去看 他的意思就在这里 离开事项上的缘起 你怎么去讲那个性起呢 所以探玄记就是 法障大师 对六十华言的注解 他说起虽懒缘 缘必无性 一讲起 一定是懒着缘才起 可是呢 既然是懒缘而起的 一定是空性 缘必无性就是空性 所以无性之理 显于缘处 那种空性的性起 那种理 表显在哪里 缘起 显于缘处 事故旧显 但明性起 所以 从能够表显 那种空性的地方 就叫做性起 就如同 《唯谋解所说经》里面讲的 从无助本立一切法 就是从无助 才能够立一切法 从这个无助的根本 才能够立一切法 若此所起 似彼原相 己属原起 精明所起 惟惧尽用 顺正真性 故属原起 所以 经题叫做 保王如来 性起品 你说为什么不叫做 原起品 就是因为 惟惧 清净的这一边的作用 去讲 根据这样子的话 你根据这种 清净的原起 你就能够 证得真如本性 所以特别这个品 叫做性起品 可是那个性起品 如果从相上面说 没有离开原起的相 这个意思 这整段的意思是怎样 所以这个书操 在四圣地品里面才会说 从原无性即是空 所以那个无性就是空性 原起当下就是空性 故名为无 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断无 是空性 叫做无性 所以 你要修普贤行愿 也要了解这种空性的原起 也就是 毕竟空 第一异地空 这个空不再是偏空的空 而是第一异地空 毕竟空 所以 行愿品 修普贤行愿品 必然一定是这种性起 也是空性原起 最后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样 好 再回到课本十四页 最后的总结 总结无尽 一样用四个 你看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业尽 众生烦尽 我参哪尽 如果这四个都不可进 所以我的忏悔也无有强劲 我此忏悔 这个我是谁呢 就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都这样说了 那我们修学菩萨道的 跟着普贤菩萨修菩萨道的 难道忏悔还有尽头吗 没有耶 一定要到成佛 忏悔才圆满 连普贤菩萨都说 如果这四个众生借不能进 虚空借不能进 我的忏悔也无有穷尽 我们学菩萨道的 当然也是无有穷尽的忏悔 而且要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这四句话 我们上礼拜特别强调过了 所以就不再解释了 以上这个就是 这个第四行愿 灿除业障 解释完 那么这个顺道跟各位提一下 我们接下来两个礼拜都休息 因为十月五号 是因为要补上班 所以这个所有的 加入佛学院都要停课 因为有的人要上班的 他们就逼得不得不要去上班 那礼拜天还上课 礼拜六不上课而已 礼拜天还上课 那十月十二号连续假日 因为墨学有事要请假 所以呢 顺便就让大家呢 就连续放两个礼拜的假 所以十月五号 十月十二号 通通放假 我们十月十九号再来上课 好 这样的话呢 这个一听到这个 可以连续放两个礼拜 大家就高兴了 随喜功德就很容易修了 好 接下来 第五行愿 随喜功德 一样把经文念一念 父侍三男子 也随喜功德者 所有进法界虚空界 十方三世一切佛刹 即为成数 诸佛如来 从初发心 为一切志 勤修无惧 不惜生命 经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即为成数节 一一节中 舍不可说不可说 佛刹即为成数 头目守足 如是一切难行苦行 圆满种种波罗密门 正入种种菩萨之地 成就诸佛无上菩提 即波涅槃分布舍利 所有善根 我皆随喜 即比十方一切世界 六趣四生 一切种类 所有功德 乃至一成 我皆随喜 十方三世一切生文 及辟知佛 有学无学 所有功德 我皆随喜 一切菩萨 所求无量难行苦行 自求无上正等菩提 广大功德 我皆随喜 如时虚空借敬 众生借敬 众生业敬 众生烦恼敬 我此随喜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生与异业 无有疲厌 所以这个主要是 里面这个所随喜的内容 分成四部分 第一随喜如来的善 你看十五页的第五行 此随喜如来善 然后再来第二部分 随喜诸趣六趣四生 等于所有的凡夫 所有凡夫的所有功德 乃至一尘 一微尘的善 我都随喜 再来第三 二圣的善 生闻辟之佛 有学无学的功德 我也随喜 再来是菩萨的善 所求难行苦行 还有发愿求成佛的 这些广大功德 我也随喜 所以就分成这四部分的 功德来随喜 先讲如来 再讲一切众生 再讲生闻恶圣 跟菩萨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随喜的内容 通通随喜 等于死法界 通通随喜 可以简单的说 整个死法界通通随喜 所以十四页倒数第二行 他先解释 什么叫做随喜 谁所见善而欢喜 一定是善根功德 善法善心善行 而随喜 可是第二句就比较难懂了 忏悔中的别意 它是属于忏悔的一种 为什么 它是除忌度障起平等善 对这句话 我们之后慢慢来解释 先来看 什么叫做随喜功德 请参考讲义 其实呢 随喜也可以叫做随顺欢喜 见到他人所做的善根功德 你就随之心生欢喜 顺着他做的善 善根功德 你心生欢喜 所以大制度论 对随喜的意义 曾这么做解释 依据大制度论来解释 为行福德者 为诸人所尊重爱尽 在做福德的这种修行的人 是被诸人所尊重爱尽 而随喜福德 其功德更胜于制作者 这话注意看哦 随喜别人做的福德 他的功德更胜于制作 而且随喜福德也可以看作是真实的德 所以大制度论有这段话 我们赶快看他的本文 在三十九品随喜福德 随喜福德者 不劳身口业做诸功德 但以心方便见他修福 随而欢喜 做事念 你内心要这样想哦 真的这样想哦 一切众生中能修福行道者 最为殊胜 就从内心里面这样子 随喜他 赞叹他 你在众生里面 你能够修福行道 哇你太殊胜了 能修行福德行道之人 是一切众生所共尊重爱尽 如是等种种福德 得正见故 谁而欢喜啊 也就是说呢 看到真正行福德的修行的人 你就发现太值得称阳赞叹了 太值得随喜他了 菩萨自念 我应与一切众生乐 而众生能自行福德了 事故心生欢喜 这话就重要了 你心不善道发菩提心 本来就是希望帮助众生 拔苦与乐 结果现在众生不需要你帮他 他自己就可以修行得安乐 我应欲 那个要念成第四声 我应该给一切众生的乐 但是现在众生就自己能够行福德 自己就能够得乐 你为什么不高兴啊 不用我做他自己能得乐 多好啊 所以你怪不得会高兴啊 不用我帮忙他自己就能够得安乐啊 当然高兴啊 对不对 所以你很高兴啊 太好了 众生能这样做好啊 父子 一切众生行善 与我相视 是我同伴啊 事故随喜啊 原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啊 大家都知道要好好寻行善 大家都知道要修菩萨道 太好了 我又多了一个同伴啊 不高兴吗 再来 诸菩萨摩赫萨于十方三世 诸佛及菩萨身闻辟之佛 及一切修福众生 布施持戒修定慧 于此福德中 生随喜福德 所以叫做随喜啊 此事随喜福德 共一切众生 回向阿弥多勒三不三不提 你看 你本来要修行 现在只要透过随喜 你就有随喜的福德 可以拿来回向给众生 不用自己做 看到别人行善修福德 你就给他随喜 你就可以福德拿来回向 你不高兴吗 单人高兴 别人做了就可以拿来随喜回向 不把随喜赞叹 当然 这便宜是你不欢喜吗 看到别人行善 高兴得很 太好了 我可以不用做 就可以拿来随喜回向 你当然也很欢迎 对不对 所以再来 持这个共一切众生者 是福德不可得于一切众生 而果报可以 我自己修得 我自己得 但是果报可以拿来 这个共众生 菩萨既得福德果报 衣服 饮食等世间乐趣 以利益众生 菩萨摩克萨 随喜福德 而比一切身文 辟之佛 及众生三种福德中 最甚最上 第一最妙 无上 无于等异 你看他用词 用形容词 用到极致 菩萨修的这种水喜福德 比一切身文 辟之佛 还有众生 所修的福德 再也没有人 能够比起菩萨的水喜福德 比得上 所以你看他用形容词 最甚 最上 第一 最妙 无上 无于等 把它形容到水喜福德 如何大 菩萨水喜福德 疏无勤劳 未度一切众生 故胜 所以他不需要勤劳 但是他可以把这个水喜福德 就拿来 度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怪不得就有这样的疑问 问曰 求佛道者 何以不制作功德 而心水水喜 你应该自己修 你干嘛要强调水喜呢 讲白一点 你这不就是抢别人的功劳 不是 他不是 你看 大约 诸菩萨以方便利 他勤劳作功德 能于中起水喜者 福德甚至作者 互斥 是水喜福德 即是食福德 结果他说以方便利 别人这样做 你起水喜福德 胜过制作的 你说为什么 而且还说真实的福德 为什么呢 因为你能够鼓励别人 人家一听到你的水喜赞叹 就更加乐意 乐意这样做 请问你是不是在行菩萨道 你行菩萨道本来就是要帮助众生 能够行善 修功德 能够得好的果报 乃至能够成佛 你发菩提心 本来就是这个目的不是吗 结果你现在水喜 就能够让众生 因为你的水喜赞叹 愿意真的更加努力修行 那你的菩提心 不就更加落实 你成佛 度众生成佛的目标 不就更近吗 所以真的就是在修菩萨道 请看第五页 水喜功德之所以有大福德 我把它整理了一下 因为你确信福德的因果 你得正见过 所以你看到别人行善 你能够随而欢喜 你在政治正见这边 深信三世因果 业报这边 你正见更确定 而且也能够帮助众生 更加确定 他这样做是对的 将来一定会有好多果报 你等于不是自己 更加肯定三世因果 你也让众生 也能够更确定 有这种政治正见 第二 修福德 你随喜他 他修福德 一定能得安乐 跟自己行善的本意 是一致 你本来就是希望帮助众生 得安乐 现在他自己愿意做 他自己一定能够得安乐 跟你自己本来的本意就相依 当然你要高兴 非常高兴 第三就是刚刚说的 你得到多了一个同伴 越来越有越多的同伴 越来越多行菩萨道的道友 所以就越来越欢喜 越来越多大家行菩萨道 就不会落入魔道 所以你就越来越高兴 所以你越来越喜欢随喜 下面一段 根据吉障大师的法华宣论 第十卷写道 随喜有两种 通随喜 别随喜 为什么这样解释呢 因为他在解释法华经 所以他说 一般讲随喜 若见若闻若觉若知 他人造福 在修缮 在行福 造福 都要随而欢喜 这就是一般的随喜 可是如果特别对着法华经来说 叫做别随喜 特子闻法华经 随而欢喜 因为法华经跟华言经一样 就尽了异的大圣佛法 所以看到有人读诵法华经 读诵华言 读诵这种大圣的经典 你更加要随喜赞叹 你千万不要有这个动作 什么动作 不要读法华经 要读净土五经 没有错 你是专修净土五经的 所以你是因为专修 所以遵从赞导大师讲的 要念经 就是专门念净土五经 可是人家还没到那个 还没有决定要专修净土五经 目前他觉得 法华经 华言经这种大圣经典 他很疏散 他很想要好好学习 这时候你就要随喜赞叹 因为他还没有决定要专修净土 所以你应该要随喜赞叹 法华经 好啊 法华经 好啊 要好好读 那等到他能慢慢自己 发现法华经 法华经 里面都是要劝我们 念佛往生 然后他想要好好地研究 净土 五经典的时候 然后他才问你说 那这样我还要不要读法华经 还是我专读净土五经就好 这时候你的回答要有技术 你要有智慧 你就要怎么说 你真的要专修净土了吗 要先问这句 他如果还没有决定要专修净土 你就应该回答说 法华经很好啊 你为什么不读了呢 要这样还问他 除非他真的要专修净土了 你说那这样 为什么就叫他不要读法华经 他到了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还会为他讲法华经 你不用担心 但是要先取得往生极乐世界 这样子的功夫 所以要先专修 并不是否定读诵 《华言经法华经》的书圣 不是 是因为我们凡夫 还没有取得往生的条件之下 你读那么多大圣经典 种下很好的善根 没错 但是呢 有可能还是继续溜到轮回啊 是这样 所以如果他决定专修净土了 他说那我可不可以暂时不读 法华经华言经这些大圣经典 我就专读净土经 可以啊 那如果更进一步 像这一些老师级的大法师们呢 那他是以一部经可以融会贯通所有的大圣经典 那更是呢 你看那个地贤大师 我们就常讲地贤大师修天台的 但是他以普贤行愿品当日客 普贤行愿品是 是花言的 是净土五经之一 他修天台的 为什么他不读法经呢 那为什么要用普贤行愿品当日客呢 就是他用一部经可以融会贯通所有的大圣经典 地贤大师他有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有 他也是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 每一个人的层次不同 你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抉择自己的行门 如果我们是要专修净土 我只是就净土五经 那是因为我们根据善导大师的开始 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个能力 可以用一部经来贯通所有的大圣经 所以我们要先专修五经 那像静空老和尚 他刚开始也讲所有的经论 到最后 你看他老人家现在 就只讲无量所经 别人讲其他的 就是随缘开始OK 但是要他讲其他的经 他都不讲了 这也是一种典范 也是一种修行人的典范 所以看各位是怎么抉择 怎么决定自己的行门 不要用自己的观念 就否定别人的做法 这样是不对的 要随喜 你看接着看 吉藏大师讲的 这一段的第三行 又为大小二圣之随喜不同 大圣的随喜是广通三四十方 诸佛弟子通通都要随喜 这是大圣的随喜 小圣只有限于三四佛的随喜 只随喜佛 可是大圣的随喜不但是佛 还有佛弟子 就像普贤学面讲的 菩萨 声闻 圆觉 一切众生的善都要随喜 再来 大圣随喜法生的功德 小圣仅随喜 积身之功德 积身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们只相信释迦牟尼佛 但是大圣是 释迦牟尼佛有法办法三身 法生的话就贯通十方三四了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大圣的随喜 法生就贯通十方三四 小圣就局限至释迦牟尼佛 大圣之随喜 通于有肉无肉 所以你看普贤新宴品 连凡夫的功德 凡夫的一层 一层的善都随喜 所以这边就是大圣 有肉无肉 那小圣的随喜 就只有仅限于有肉 底下又引用十柱皮薄杀论 什么叫做随喜 云和名为随喜 大圣所有布施福 不是只有布施加下来 持戒修禅行 从身口一身 身口一三叶 过去未来 去来过去未来 现今三世 所有 习行三圣人 身闻 圆绝 菩萨 具足三圣者 是在习行 还是已经圆满具足 习行跟具足 就是譬如说 出国二国三国 是习行 然后具足就是阿罗汉 等于类似这样 一切凡夫 你看到最后 还一切凡夫 皆随而欢喜 这是皮薄杀论的祭诵 化现的这些都是祭诵 下面是长行说明 第一个布施 为什么布施有福 因为舍兼贪 能够生出这种福 慈戒的福 是因为能够 慈戒就能够降福 身口一三叶 生出这样的福 修禅定为什么有福 禅行就是修禅定 然后再来下一句 从身口一生者 因为身口布施慈戒 迎来送去 因一生者禅定慈悲等 这些修行 身口一三叶的修行 通通值得我们随喜 去来今所有这句 是一切众生 过去所修的 今生所修的 未来所修的福德 都值得我们随喜 行三圣 习行三圣 还在学习 求生文圣 辟之佛圣 求大圣 具足是已经成就了 成就阿罗汉圣 成就辟之佛圣 成就佛圣的 一切则 接近无语 就是一切凡夫的福 一切的一切 凡夫没有得失地的 所以这些福德 有二种业 善业 及不隐莫无忌业 这句话比较难懂 总之你就是了解 所有的福音 包括很明显的善 或者是不明显的 这样子 这样简单看这个 所有的福音 我们通通随喜 那随喜 他人作福 心生欢喜 称以为善 称就是称赞 所以才会说 要随喜 要赞叹 你内心真的很欢喜 就给他随喜 又赞叹他 所以这段话 引用这段话干什么呢 就让大家了解 连十柱皮菩萨论 通通告诉你 从凡夫开始 到身闻原觉 到菩萨 不管透过 身口一三叶造的 是今生造的 是来生造的 是过去生造的 通通都可以拿来随喜 包括六度 不失慈戒 忍入禅定 通通都可以拿来随喜 所以各位如果还记得 四铁书里面 回向发愿 在讲回向发愿心 就是讲这个 包括自己所修的 包括随喜一切凡身 今生所修的 过去未来所修的 身口一三叶所修的 通通都可以拿来 回向发愿 所以那个是他解释 回向发愿的时候 现在是拿来解释 随喜 通通都可以随喜 只要是善的 只要是善的 好 入菩萨行论广解这一段话 随喜他善之功德 一切精进西随喜 重价难够极真憨 用这样形容他 用花再多钱 你都买不到 由是随喜功德故 献当欢喜受大乐 你自己献就是献这一生 你自己可以欢喜 受大乐 献身与我无衰损 后世亦得多安乐 不但我这一生 可以得到没有衰损的大乐 来生也可以得到多安乐 若不随喜献身苦 后世还成重苦因 倒过来说 不随喜这一生苦 来生还更苦 等于就成了有苦 重苦的因在 所以这个是祭颂 后面就解释 于菩萨三门精进 一切随喜故 此随喜心 重价难够 极为稀有 犹如是随喜功德 今生不受他人嫉妒 就有这个果报 能备受欢喜 能备受欢喜安乐 修水喜 于己 对自己献身受用等 是否有损 当然没有 不但这一生没有损 后世亦能得大安乐 故 如果不这样凶 对于别人有功德 有好的地方 你深称恨 深嫉妒 由失过失 现世心忧 深苦 来生 深大苦受 等于这一段话 他从两个角度 别人有功德 有善 你随喜 对自己没有损害 而且还能够 得大安乐 来生还能够得好处 导过来说 别人的长处 功德 善法 你不随喜 你还嫉妒 还越看越不顺眼 那你对你自己 有大损害 今生就大损害 因为你就越来 越忧愁 心忧 深苦 来生呢 更加越来越苦 所以他 他从两方面对比 让自己 做一个了解 你看 你到底要修随喜 你还是不随喜呢 你自己想一想 下面 摩赫波尔经这段话 佛告尸体还音 乔思迦 对着尸体还音 道立天王讲 四天下国土 可称之金两 都可以拿来称重 可是 是水喜福德 不可称两 是佛对着天王 这样讲 水喜的福德 那种金两 是称不出来的 互赐乔思迦 是三千大千世界 皆可称之金两 前面只是四天下一小单位世界 现在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就算可以称之金两 是水喜心福德 不可称两 互赐乔思迦 三千大千世界 满中海水 取一法 破为百分 把一根头法 破为百分 就像我们上礼拜讲的 加罗分 不是横的 是素的 这样切切切切切切 拿这个一百分之一 以一分法 滴取海水 这样子滴 这么小根的头法 去滴海水 滴海水 把海水全部滴出来 滴完 可知滴数 就算可以滴得出来 可以数得尽 可是水喜心的福德 也没有办法数得清楚 所以你看 释迦牟尼佛很会用这些语言文字 让你了解水喜的福德多大 你看到这样的文字 你还不水喜吗 你不是愚痴的很 所以我们自己看清楚 墨学为什么要引用这么多的文字 光是看到这些经论 就是告诉我们 要水喜要赞叹 你这样子修 真实的福德 比自己修还大 愚痴的人才看到这样还不学习 对不对 傲人还是这样 台湾会说的 这么多经文你还不相信 赶快水喜吧 好 是忏悔中的别意这句话 你看 新人品书里面 他说 由于过去不喜他善 所以现在倒过来 水喜未庆月比 所以就等于忏悔自己过去 只会忌妒 所以你现在修水喜 就是忏悔自己过去的忌妒障碍 所以你就能够起平等心的那种善根 平等就是平等心 那种善就是起善心 起善根 然于处水喜 在劝情后 在别的地方经论都是 劝情之后 再讲水喜 为什么要这样讲 为先敌生气 刺心法语 后设他同己 回向山处 故为此次 才是这样的次第 劝请之后才水喜 那为什么 劝请就是请佛转法轮 劝请就是请佛菩萨转法轮 所以是你把自己先弄干净之后 请佛转法轮 好像那个雨下下来 把自己洗干净 然后水喜才是色他同己 等于就能够射受众生 跟自己一样 因为你水喜他 水喜众生嘛 然后最后才回向 所以他的顺序是 劝请水喜回向 他的顺序是这样 理由就是这个道理 才是这个次第 现在水喜摆在 劝请回向前面 等于 这个水喜功德是第五个 勤转法轮请佛注释 是在水喜后面 所以跟一般讲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水喜是接着忏悔来 忏悔完之后 忏悔自己的嫉妒账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样 是把他算成忏悔的一种 事事相为固先明知 两种说法看起来不一样 所以先告诉你 为什么跟一般的讲法 是不一样 因为你要先有这样子的忏悔 忌妒的障碍先除掉 你才能够起平等心 平等广大 有这种广大的心 方堪文法 所以才会接着情转法轮 他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他的文字是 顺着这个十大行愿这样讲 你要先忏悔忌妒障碍 然后才有平等心 才能够接受大圣佛法 这样子 好 那么书超就是解释这个 他说第一 先忏悔 再来劝情 再来随喜 回向 所以随喜是摆在劝情下面 那是一般的讲法 好 翻过来第六页 后 金明下 所以是先忏悔 然后忏悔自己的这种忌妒 才能够有随喜心 然后就能够起平等心 广大心 就能够治他无恶 好 把这个解释完了 再来特别解释 忌妒 等于这个是佛学常识 但是呢 我们看看我们自己 会不会常常有 这样子的忌妒心 杂吉多里面告诉我们 为什么会忌妒 单着力养 不耐他容 发起心度 季节所细故 爱众力养 不尊敬法 众力养故 广行不善 不行诸善 由此能遭未来嗜苦 与苦相应 用的文字我们看起来不太习惯 为什么会忌妒 简单的说 单着力养 希望自己多得好处 所以别人比较厉害 好处就别人拿去了 所以你会忌妒 因为你爱众力养 所以你就不会尊重那个佛法 因为你尊重力养 你就不想做善事 不行善事 你就会遭未来嗜苦 与苦相应 所以从忌妒里面 有这么多不好的结果 入阿比达摩论 也这么说 于他胜是令心不忍 这就是忌妒 这两句话就是忌妒 为什么 于他得恭敬供养 才为多闻 急于圣法 心生忌妒 叫做不忍 不想要让别人得好处 那些好处 为什么不是我得到 为什么是他得到 所以忌妒 忌妒就是这样来的 所以陈文书里面写 什么叫做忌 训字 训字名利 这个训字用得太文言了 我们看不懂 所以能帮各位查字典 下面 你看最后的解释 训 我们讲训情 训情 为某种目的或理想 而舍弃自己的生命 这样叫做训 这样叫做训 或者是追求淫谋 所以他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利 所以就等于把自己赔掉了 殉仗 殉情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为了求自己的名利 就把自己赔掉了 不耐他容 不想要别人得好处 所以忌妒为信 忌忌为信 这就是忌妒 很想要把好处都自己得到 不想别人得到 结果没想到 把自己的名利也赔下去了 能帐不计 忧其为业 业就是功用 常常起忌妒心 你就常常在那边忧其 心都不愉快 为什么别人都那么厉害 为什么别人好处都他得到 为什么我都得不到 这就是忌妒 你看 为忌妒者 闻见他容 身怀 尤其 不安稳固 此意称惠 一分为题 其实里面还有称 不喜欢 讨厌 不无别迹象用故 没有称 没有忌妒 这个 佛豪玄论写的词 一样 焦慢 是贵己悲人 讲焦慢 是把自己抬高 把别人看清 这是焦慢 忌妒是 误人圣经 讨厌人家胜过自己 不想别人胜过自己 所以这两个是弘法之大患 想要行菩萨道 想要弘法的人 绝对不可以焦慢嫉妒 因为会伤菩萨之本怀 菩萨本怀是什么 菩提心 会伤害自己的菩提心 所以无论如何 想要行菩萨道 想要弘法立身的人 一定不可以焦慢 不可以嫉妒 再来 平等上 平等心 三是佛 平等的善根 了知三是四方众生 皆我本性 我之心性 片能含欲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心性 亦富如是 互含互欲 以此平等广大心 周片含荣一切 所以你才能够起这种吹起心 原来众生都跟我平等平等 你把嫉妒心 你把嫉妒心拿掉 起水洗心 你才能够有这种平等心生出来 故能水洗心性中 三是佛所行的福德功德善 此善意不出心性 如同十宣门里面的主办员明具的门 这个果报能够得大眷属 《华言经》里面的经文 愿以此善根 令我得福德平等 智慧平等 力平等 无畏平等 清净平等 自在平等 正觉平等 说法平等 意平等 决定平等 一切众生平等 全部通通平等 平等到怎样 通通都是圆满 如是等法 皆惜圆满 如我所得 愿一切众生 亦如是得 如我无益 你看 水洗就是这个意思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 跟我的心性 跟佛一样圆满 现在他已经在这方面 已经圆满一部分了 我当然高兴了 他圆满就是我圆满 我行不上道 不就是也是为了这个目的吗 所以我当然高兴啊 太好了 对不对 所以才会说 除忌度障 起平等善 所以先把这个水洗功德 他的功德 他的本来的意识 先给各位交代清楚 至于经文 那我们就留待两个礼拜以后 再来讲啦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四项就开始在解释经文了 所以我们就下一次再讲啦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解释食物 三 亏 但是 我 感谢观看